哈喽 我又上线啦 今天来大陆一期开雪穿搭 然后为了照顾这天南地北的小伙伴们 所以这一期的穿搭会有一些是短袖 也有一些是长袖 有一些还是夏季穿搭 有一些是秋季穿搭 这一期颜色都是很多色彩 丰富多彩的颜色 那我们后不说马上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套就像我身上这一套 超可爱 它里面是这样子一件 买黄色的一个衬衫 然后扣子是这样子的 上面是一条浅蓝色的棚本组 这两个颜色在一起就是那种 比较活泼可爱的感觉 然后又比较有少女感 再搭配一个甜甜圈的小包包 一双比较可爱父母的玛丽真鞋 第二件就是这一条留在迷迷裙 它是非常脑袋夹的 但它这条裙子 这个扣子非常不牢固 就是你掉回来 全部给它顶过不了的话 就一直在掉 这衣服其实还蛮好看的 因为它是这样子直通通下来 那么半性 然后会显得特别的可爱 它配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红色包包 跟这个扣子状的色 我觉得这个衣服还蛮好看 这个扣子掉 再配一双这样子大简红的小袜子 和一双黑色小皮鞋 然后再配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包包 我觉得秋冬这种色系真的是 太舒服了吧 这样子的一个多点的中色袜子 比较休闲一点的运动鞋就OK了 一个同色系的贝雷帽 这套是第四套 也是一件这样子的一个T 然后它这里是一个假两件的一个设计 就是说出球穿或者不是特别冷的时候穿 然后我一般的话这个扣子是不扣上的 一个超级可爱的小卡帽 跟我身上超配的 因为刚才那条裤子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换了一条裙子 一双白袜子和一双小皮鞋 最后一套就是第五套 里面是一件这样子的白色的T 再来一条这样子的半身裙 你以为这么简单就结束了吗 怎么可能 还有一件这样子的橙色外套 这其实是我开春的时候买的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录 所以就等到秋天来录 它被一个鞋刮包 把这样子的丝带挂在包上 鞋子最喜欢这一双DOTAMATI的这双马丁靴 最后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的话记得 我们下视频再见吧 比较。。。